西上绳索扣上扣环 利用绳索攀降 是登山西降等 经常会用到的重要技巧 但万一遇上绳子不够长 或是半途卡住 其实只要绳环搭配普鲁斯杰 就能自救 四股绳子 那这边一条绳子 当你这样子往上拉的时候 一拉紧 你看这个力量 就可以把人承受住 然后我只要再把这边放松 我再往上 我又可以再拉住了 在这样的模式 你一直往上爬 就可以直接回去到 刚刚你的出发点 请来专家实际示范 两条绳环上下搭配运用 就能轻松往上攀登 或是利用技巧踩住绳索 一样能够往上攀爬 但这些都需要经过足够训练 想要从事西上等户外活动 事前准备工作跟装备 必不能少 你自己有预备了 你多带一条绳子 因为你是不是在平地 要出发之前 你就必须要会 接绳的技术 谁一直在冲你 你一定是要 借助别的器材 用小绳子去压大绳子 这就是布鲁斯盘登 直接靠这样的技巧 往回 在没有多余绳索 能够延长下降的情况下 随身攜带的轻便绳环 可能就能救你一命 在万一遇上装备不足 也没有能力自行回到原点 这时就得靠救难人员 即可救援 当你垂降到一半 发现绳索不够了 这实救难人员 该如何实施救援 我们来实际试给你看 下方人员实际示范 在环境允许下 可以透过滑绳 将带救者送下平地 而具备足够训练 跟自救能力 才能让溪谷探险 等户外活动 玩得安全尽兴 彼此新闻最后连结 高雄市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